建筑是一个国家的标志 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喜欢用高楼大厦来彰显自己的强盛国力 这些高耸入云的建筑不仅是都市人们的工作之地 更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标志 但有这么一个另类的发达国家 国内的高楼大厦极为罕见 专家分析的三个原因发人申请 这个国家是哪里为何不建高楼大厦 此国家就是德国 德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 但他们国家大多数建筑是偏向于低矮 全球的前200所高楼中没有一所是来自于德国的 专家结合德国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 德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有效控制 房地产是一个暴力行业 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德国总结他国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国内有意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直接插入房地产交易 收取巨额税金 很多房地产在德国无利可图 是不愿意投资建楼的 第二 德国人口较少 地带勿国 人人心少 加上土地私有制 很多人更偏向于自己建房居住 他们国家的文化更偏向于复古 德国的很多建筑保留至今 是一种人文文化的保留 第三 权衡利弊 高楼的拆建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大项目 德国人向来谨慎 考虑到大楼存在的安全隐患 拆建隐患 德国人觉得建高楼必大于利 所以不提倡建高楼 有人说这三种考虑结合实际 非常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也有人说各个国家国情不同 不应该以偏概全 借鉴有用的即可 不应该以偏概念